你有看过严席攻略 五妹娘穿戏或者是狼牙绑吗 那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这三套古装剧里面 人们穿的古装都是不一样的呢 而且明明古代的汉人 他们穿的都是汉服 那为什么现在人人都说 旗袍才是法人的传统服装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Joey 你订阅我们了吗 如果还没有的话 请记得花三秒钟的时间 按下面的订阅按钮哦 一二三 不知道你们和我一样吗 就我从小的时候 就是学习华人的传统服装呢 其实就是总山装或者是旗袍 可是前段时间呢 就有一个人打破了我的这个观念 他就告诉我说 其实旗袍并非华人的传统服装 而是上海时期流行的一种fashion 而不是汉服 那么问题就来了 那华人的传统服装到底是什么 是那些我们在古装剧里面看到的 那些汉服吗 还是其实华人的传统服装 另有其他的服装呢 所以只能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聊 关于汉服这一件事 其实这个世界上不管是什么民族 他们都有自己的传统服装 而逢年过节的时候呢 他们也会穿上自己的传统服装 去庆祝一些传统的节日 就像中国苗族会穿上欧欠庆祝苗节 非洲斯维斯兰王国的代表 会穿上自己的传统服装 出席联合国会议一样 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国有56个民族嘛 那早前呢 在网上就有流传着一张中国56个民族 穿上自己传统服装牌的照片 可是你知道吗 在照片里面有一个人 他竟然只是穿了红色的T恤和长裤 而那正是中国占了95%人口的汉民族 那么这张照片呢 就在网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难道汉人真的没有自己的传统服装吗 为什么在拍民族服装照的时候 只是穿了红衣长裤呢 那首先我们要先来定义 关于传统服装这个词 百度百科上说传统服装 是指一个民族自古传承下来 具有本民族固有特色的一种服装 那这么说来 那么普通的红衣以及长裤 又怎么可以代表有5000年历史的华人文化呢 那是不是就代表着 历史最久远的汉服才是华人的真正传统服装 汉服的全称呢 其实是汉民族传统服饰 它其实又被称为汉衣冠 汉装或者是华服的 根据西年、史记、后汉书等典籍记载 汉服是从皇帝时期开始 被于腰顺并传承至明朝 根据传说是在丧古的时期 皇帝的老婆类祖他就发明了这个蝉和丝 也就这样皇帝就创造了中国古代最早的服饰 上衣下赏 然后为了表达对天地的崇拜呢 皇帝就用了玄色以及黄色作为上衣下赏的颜色 并在祭祀等重要的庆典仪式的时候 穿上这个免贯张服 西周十七 周天子还以天子免服为中心 对服饰做了改进以及严格的规定 这时的服装已经不是上衣下赏 而是上下相连的身衣 听说当时的皇后呢就有六种身衣 其中三种呢就是以底鸟为图形 是在祭祀不同的祖先的时候穿的 而另外三种呢则分别在养禅、辉克或者是会见皇上的时候穿 后来到了先行的时候 秦始皇他中央集权并统一了各种制度 其中呢就包括了这个衣冠制度 秦始皇还将他重信的武德史中 阴阳五行的思想深入辐色中 所以现在我们也才会看到大多数关于秦始皇的照片呢 都是穿黑衣的 那后来汉朝的仿制技术就是非常发达 所以汉服呢在那个时候也变成了一个鼎盛的时期 也就这样汉服在汉朝得到推广 所以我们才会有汉服这个称为 那么在后来经历了汉朝以及魏晋南北朝之后 在隋唐盛世的时候呢 汉服就变成了现代女生非常喜欢的那种款式 也就是那种非常合身的圆灵或者交灵的短袖 配上高腰拖地的长裙 然后腰上还扁着两条丝带 然后肩上就会披那种非常长的那种肩带 就整个是非常仙女的感觉 然后我也很想要穿穿看 后来随着时代的开放 唐代晚期呢女性的乳裙更是发展到一种 她们会把乳裙系在胸部或者是高腰的位置 并露出她们颈部天额颈的肌肤 就像五命娘传奇里面范冰冰穿的那种一样 然后就是整个非常的开放以及性感 男士们有没有非常想要回去那个时期呢 可是后来到了宋代的时候 整个汉服她们就回归比较保守的模式 普通女性服饰大多上身穿 熬 乳 衫 被子 半臂或者是下身就会穿长裙 通常还会在上衣外面外夹一件长衫 就像我们穿背心拖着短袖外面会外夹一件外套一样 后来到了元朝的时候呢 当时候的汉服就加入了一些蒙古的特色 可是到了明太祖时期呢 她就开始进胡语胡服等等的 所以也就让整个汉服制度呢 恢复了汉人衣馆甚至更加繁荣 因为在明朝的时候呢 上至皇帝文武百官或者是后宫非兵 下至老百姓或者是奴婢等 他们的衣服其实都有规定的 其样制等级穿着礼仪等都非常的讲究 甚至还会规定颜色 例如普通女性穿的汉服 只能用紫色不能用金袖 穿袍衫只能用紫绿桃红 以及显淡的颜色 不能用大红亚新或者是黄色 那我们就有说到汉服其实是礼仪的一种 所以不管是在制作还是穿着上呢 其实汉人都有非常大的讲究 汉服其实它通常采用幅宽 2尺2寸也就是50cm左右的步驳 才减而成 且分成领、金、刃、金、鞠、锈、锈、魅、带、福等10个部分 主要有三个特点 也就是胶领、幼刃、宽衣、薄带以及继带以扣 那胶领、幼刃呢 其实就是指一金左右相交 然后那个一金是向右眼的 所以在外观上它是一个Y字形 形成整体服装向右倾斜的效果 就像向心文字一一样 其实这个向左眼还是向右眼呢 也是非常讲究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就是以右为尊嘛 然后论语中记载孔子称说 沦为义族统治就被发左刃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右刃 那就是满意之人而非喊人 而宽衣薄袖呢 其实也被称为包衣薄带 也就是他们会用非常大量 多过人体所需的布匹 袖子非常的宽和长 所以就算穿衣者把手放下来 也看不见手 而且袖子的圆绝手法 也代表着天圆地方 非常的有讲究 而细带引扣其实就是指在一般的情况下 汉服呢其实就是用一个袋子 然后把汉服系起来 而不会使用到扣子 就算有使用到扣子的话呢 也会将那个扣子隐藏起来 而且你以为汉服就这三个特点吗 其实汉服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考究 汉服是由衣裳、首服、发饰、面饰、斜律、配饰等 共同组合的整体衣冠系统 当中还浓缩了华夏文化里面的纺织、纳软 或者是锦绣等非常杰出的工艺 并传承了三十多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单单布料就可以分成锦、圈、铃、罗、薄、布、棉、麻、纱等 而要绣在汉服上的那些文章呢 也是非常有考究的 例如在龙袍上面他们就要绣日、月、星、陈、龙 而且文武百官从官居一品到九品 文官、武官他们所要绣的那些纹饰也都全都不一样 就连衣服的颜色以及要佩戴的配饰都也是规定好的 所以我在想像我这么粗心的人 如果回到古代的话应该会因为穿错衣服而死很多次了 那汉服的消失呢其实就和1644年的时候清兵入关有关系 当时候的清太祖也就是努尔哈赤 他在灭了明朝之后呢 他就主张实行童话政策 他想要把汉人都童话成满族人 也就这样他颁布了一个条令叫做替法义服 他逼迫汉人呢就要把头发的前半部剃掉 然后留下一个小辫子 然后也把服装改成满族人的服饰 可是汉人从小接受的教育以及传统观念 就是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所以汉人呢通常在成年以后 他们就不会随便的剃自己的头发 而会把头发呢就绑成一个祭盘在头上 而这个替法义服的政策呢 也让当时候的汉人非常愤怒 所以当时的汉人呢他们就秉着头可断 发不可遞的信念呢进行了多次的棋异 但是呢都遭到了清军的围剿 然后并维持了37年之久 坚持不愿改换一贯者要么被杀 要么逃到海外 要么出家做和尚待发修行 也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呢 汉人交领又任无扣等的服装 就逐渐的被这个利领对筋盘扣的满庄给取代 清代男子多穿马蹄袖的跑卦或马卦 夏天头戴凉帽 冬天戴皮质的马虎帽 而妇女的服饰呢则是满汉并存 满足的妇女呢 她们喜欢穿长袍 然后会穿上那个花盆底的绣花鞋 还喜欢戴耳环 手镯 戒指 发簪 大绒花和鬓花等各种装饰在头上 那我们都知道旗袍其实是中国 以及全球华人女性的传统服装 她更是被誉为国粹 可是其实旗袍是在上世纪 20年代的时候 才在上海时期流行的一种fashion 旗袍一开始呢 其实是中华民国时期 上海一所学校的校服 可是也因为它代表着 新时代女性知识知性的象征 所以很快呢 就在中国流行并流传开来 成为当时中国都市妇女的主要服装 那后来辛亥革命以后 秦朝就灭亡了嘛 所以当时候的人们呢 就有非常多的排满情绪 也让许多原本是满足的女性呢 她们也就开始穿上汉服 加上五四运动 以及西方文明的影响 所以人们普遍上呢 也已经抛弃了中国传统朝代的旧服装 也让汉服逐渐被人遗忘 那后来在2002年的时候呢 就有人认为清代时期的这些唐装 或者是旧上海时期的这些旗袍呢 和原本的历史就有非常大的鸿沟 它没有办法和原本的历史相连接 更没有办法代表华夏五千年 博大精神的汉服文化 于是就在网络上发起了汉服运动 想从汉服的角度 提倡独特的华夏民族文化性格 也因此得到各地的回向 其实现在除了中国以外呢 其实马来西亚 香港 澳大利亚等地也都有一些华社 他们会积极的推动汉服运动 借此想要让汉服文化更加传承下去 服装之美味之华 我们都说自己是华人 所以当然也应该要了解一下 关于我们汉民族服装背后的文化故事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你对于汉服有什么样的补充 或者是看法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喜欢这集影片的话 也记得按赞分享 也别忘了点击旁边的订阅按钮 以及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消息 如果你有使用Instagram的习惯 也欢迎follow我joey.ig 和狐狸频道每天10分钟 陪你一起在生活中学习 拜拜 感谢观看